阿难 阿难 终不自言 我真菩萨 真阿罗汉 谢佛密音 清言 莫学 唯除命中 因有一父 云和世人 霍乱众生 成大妄语 辱交世人 修三摩地 后复断除诸大妄语 使明如来 先佛世尊 第四决定清静明慧 是故阿难 若不断其大妄语者 如客人愤 为瞻谈行 欲求相继 无有是处 我教比丘执心道场 于四威仪一切行中 尚无虚假 云和自称得上人法 譬如穷人望好帝王 自取诸灭 旷父法王 如何望切 因地不真 果昭淤蛆 求佛菩提 如是其人 欲谁成就 若诸比丘 心如之嫌 一切真实 入三摩地 永无摩世 我应是人 成就菩萨无上知觉 如我所说 明为佛说 不如此说 即波寻说 好像这个世界的六道众生 虽然身也没有杀 道 银 心也没有杀 道 银了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银 这三种的行 已经圆满了 若是专门讲大妄语 就是对这个定理不清静 那么就会成为一种爱魔 或者建魔 失去如来的种子 为什么失去如来种子呢 就因为它专门打大妄语 怎么样打大妄语法呢 普通的打妄语 那还不算 所谓根本没有得到 对于修行上一点都不懂 也不知道怎样念佛 也不知道怎样修道 也不知道怎样作禅 也不知道怎样持戒 就到听徒说的 似是而非的 就说自己已经得到了 这叫未得未得 而且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出国阿罗汉 二果阿罗汉 三果阿罗汉 四果阿罗汉 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自己已经挣得阿罗汉果了 或者想办法宣称自己是世间最高 最第一的 老是跟别人说我现在挣得出国阿罗汉了 我就是虚托环呀 又想一想 虚托环还不够高 他说我现在挣了二果了 过了五分钟 又说自己挣了三果了 再过了一秒钟 就说自己挣了四果了 挣四果 一想 这还是阿罗汉 还不够是最高的 四果阿罗汉 他还不知足 应该是辟之佛 还比阿罗汉又高一层了 他见着人 又说我是辟之佛了 或者又是十地菩萨 或者地前的菩萨 他为什么又说自己是佛 又说他是阿罗汉 又说他是菩萨 他这个意思 就是在骗 人打打妄语就是欺骗人 欺骗人 为的什么呢 就是叫人信仰他 你不信仰 他就没有钱收 你一信了 这公养就来了 就因为贪公养 所以他也就不怕打妄语 堕落到拔蛇地狱 人打妄语 等过地狱的时候 那地狱有一个铁钩子 这铁钩子把你舌头这么一勾 拿一把剪子就给剪下来 这叫拔蛇地狱 入拔蛇地狱 看你还讲不讲大话 你还打不打大妄语 还说不说假话 现在不用说什么 就在世界上的哑巴 为什么他是哑巴 就因为打妄语打得太多了 所以在座人 也不会说话了 根本就不会讲话了 你想再骗人 看你骗谁 骗得自己不会说话了 就哑巴了 为什么他哑巴 就因为舌头被人割去了 那个舌头 你看他是有舌头 但是没有性了 所以他不会讲话的 那个瞎子为什么他瞎了 就因为过去生他看不起人 他觉着他比谁都高 比谁都聪明 一切人都不如他 所以这会让你看不见人 看你还如人不如人了 笼子也是 你知道他怎么样子做笼子的 就过去生专门欢喜偷听人家讲话的 人家讲话 他就到墙那儿 耳朵趴到墙上来偷着听好 像现在这一些个做特务偷听的 将来恐怕都要做笼子的 不过你要知道错了 若改 以后再也不听了 就不会龙 再也不说大话了 就不会哑巴 你再也不看不起人 就不会瞎了 所以盲 龙 银 哑 这都是毁谤三宝而得的果报 这一种禁打大妄语的人 他自己为正言正 为得言得 自己不懂的事情 他就说懂了 这是一等的产题 一滇加 也就是一产题 翻译到中文就叫断善根 把善根断了 你善根断了 恶根当然就是增长了 这种打大妄语欺骗是人的人 这是他把自己的佛种都消灭了 印度有种多罗木 长得很高的 如果用刀一砍的话 他再怎么样就永远都不生了 把佛种断了 也就像用刀砍多罗木一样 以后再也不会生长了 佛给这种人寿计 是永远都陨落 他把善根都断了 也没有所知 也没有所见 也没有智慧了 堕落到三图里边去 永远都不会出生了 他不能得定力 三苦海 就是刀图 血图 火图这三图 刀图 有着刀山地狱 有血图地狱 周身总流血 有火烧地狱 我灭度以后 就命令着一切的菩萨和阿罗汉 他们用这个印化身 去生到这种苦恼众生的世界 在末法之中 做种种形 度珠轮转 他或者去做人参 或者去做畜生身 或者变种种的形象 而横顺众生 去普度一切的众生 菩萨都一样去做畜生的 你不要以为这是骂人说畜生 菩萨做畜生 是行菩萨道 要去教化那些个畜生 你看释迦牟尼佛 在过去生中做路王 度这个路群 这些菩萨和阿罗汉 他们变化的化身 或者就做出家的比丘 沙尼 或者做居士 居士叫白衣 就是不出家而互持三宝的人 怎么叫居士呢 居士就要互持三宝的 出家人自己不种田 不耕而食 不治而医 要在家居士来供养的 所以或者变化为在家的居士 或者做人间的国王 或者做大官 或者同男 同女 像这样子 乃至妓女 或者守寡 没有丈夫的女人 或者做奸 偷 就是偷东西 图 就是杀生 做屠户 饭 就是贩卖 或者贩卖人口 贩卖鸦片 都不一定的 菩萨和阿罗汉 为什么做这一些个人呢 他就因为想度这一类的人 想度这一类的人 一定要用四摄法 怎么叫四摄法 第一 不施摄 不施 有财师 法师 无畏师 有钱拿出来帮助人 是做财师 懂得佛法 给人讲说佛法 这是做法师 或者有人有惊慌恐怖了 你能保护着他 安慰他 令他不恐怖 这是一种无畏师 但是你做这种种的师 不要自己有一种贪心 有一种货报的心 不要想我现在做这个不失 我将来得到多少多少好处 不要有这种心 做就做了 就忘了他 就没有了他 要三轮体空 也没有一个失者 也没有受者 中间也没有一个所失物 能失 所失 能受 所受 都没有的 做完了 我做这个不失 就是我应该做的 不要想我这回做了功德了 我这个功德将来发芽结果 那我得的果报可就大了 不要存这个心 要无心不失 说法也是这样子 你给人说法 不要想我给人说法 这回我可有了功德了 我这功德可大撸 你们谁都应该供养我了 不要存这个心 凡是你做不失 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来做打算 不要说将来对我有什么利益 我才不失 对我没有利益 我就不干了 第二 爱语 好像佛赞叹阿南说善灾 善灾 菩萨赞叹人说你真是个好孩子 你这么样聪明 你真是有善根啊 这赞叹人 叫爱语 第三 力行 就是他做什么 你要对他有利益 这是对别人有利益 不是对自己有利益 第四 同事 就是他做什么 你也做什么 譬如菩萨要度这个饮女 这个妓女他很有善根 他现在根基成熟了 应该度她 好像本经这摩登嘎女 过去就是个饮女 但是他根基成熟了 所以阿南尊者回到指数给孤独猿 他也就追去了 追去了 佛义给他讲法 他就挣了三果阿罗汉 以后又挣了四果 那么菩萨也去变个饮女 去度饮女 因为和他们是同类朋友 他讲话 大家相信的 不失 爱语 力行 同事 叫四舍法 用四舍法和他做同一类的人 在一起做事 可是一同做事是一同做事 但是在这做事里面 欲机会就讲佛法给他听 说佛法真是太好了 这佛法太没有笔的了 令他这一听 就好像要吃糖那样子 有饮了 这么样子 这个佛法就比方是糖一样的 令你同事想左吃一块 又吃一块 再吃一块 讲到这儿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公案 在以前 中国有个和尚 他的名字叫杜顺 他有的时候讲经说法 有的时候教人打坐参禅 有的时候又教人念佛 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生 杜顺和尚收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跟着他学佛法学了十几年了 天天都对师父的行为很注意 看看这个师父到底是个什么 是不是菩萨 是阿罗汉 或者是佛 就注意观察这个师父 跟着师父学佛法学十多年 觉得这个师父杜顺和尚平平无起的 人家吃饭他也吃饭 人家穿衣服他也穿衣服 人家睡觉他也睡觉 和一般人没有分别 那这大约不是佛 也不是菩萨 也不是罗汉了 与人没有分别吗 于是就和他师父告假 说要走了 做什么去呢 就要到五台山去拜文书菩萨去 求文书菩萨给他开智慧 想要开悟 他向师父告假 就是慈行 说师父 我在这儿学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明白 我现在要去拜拜文书菩萨了 我自己很愚痴的 想要开一点智慧 他师父说好 你要去潮山 这是应该的 你去啦 但是我有两封信 你给我带着 交给两个人 这两封信 一封信就交给猪老母 一封信就交给青娘子 这公案我以前讲过 不过有人没有听过 所以我再多讲一次 那么这头一封信 就顺路投给青娘子 到那儿一打听 这个青娘子是个干什么的呢 就是个妓女 这个青娘子是个妓女 当然会说话了 这个徒弟想 我这师父怎么和妓女还有来往 是不是她的情人呢 就这么远叫我给捎信来 就给这个信 说我师父杜顺和尚有一封信交给你 青娘子说杜顺和尚有一封信给我 那好 我看一看 拿过信一看 看完 说好了 他走了 我也走了 坐在那个地方就死了 就是入涅槃了 这青娘子走了 这徒弟说奇怪了 怎么他看完这信就死了呢 我看一看究竟 原来这个青娘子是谁 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信上就说观音 我现在事情办完了 我要走了 你也跟着我走了 哦 这青娘子所以也就入涅槃了 他说啊 我若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 我就跪到他面前不起身 不等他入涅槃 你说 我求他教我开智慧 教我开悟 这多好呢 可惜错过机会了 这叫当面错过 交臂失之 所谓对面不识观世音 当面错过了 他继续拿着第二封信 去给猪老母送去 到那个地方 地址一打开 问猪老母 没人知道 走到一户人家的猪圈 有一只母猪在这儿讲话了 说你找猪老母做什么 他一看 这是个什么怪物啊 说我找猪老母 我师父叫我把一封信 交给猪老母 这只猪就说我就是猪老母 你就交给我好了 这信交给这个猪老母 猪老母好像十字 也好像不十字 就这么念 一看完了信 说他的事情办完了 我也回去了 也就坐在这个地方就圆寂了 他拿那封信一看 才知道这个猪老母原来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他说普贤菩萨来做猪 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还怀疑呢 他也不知道 他师父事情办完了是怎么样 于是就去朝五台山 见着一个年纪很老的老和尚 老和尚问他说 你来干什么 我来拜文书菩萨 我想求文书菩萨帮我开智慧 令我开悟 文书菩萨有大智慧 是大智文书施力菩萨 我现在想求他开我智慧 哦 你拜文书菩萨 你拜你师父 就是拜文书菩萨 为什么 你师父杜顺和尚就是文书菩萨转世 他到这儿游戏人间 来教化众生 你拜他做师父 跟他十多年 你怎么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师父是文书菩萨吗 我看他不像呢 说完了 一回头 这个老和尚没有了 这老和尚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写几个字 说文书施力菩萨现在只是你 赶快回去拜你师父杜顺和尚 他就是文书菩萨化身 这个徒弟 你说怎么样啊 这一回相信了 当面遇着文书施力菩萨来 只是他回去拜他师父 于是乎 又慌慌张张就往回跑 跑到寺里一看 这个杜顺和尚已经坐在那个地方 入涅槃 很多天了 这也是当面错过 脚壁失之 你说 拜了文书菩萨做师父 然后跟了十多年 也没有觉得这是文书菩萨 所以就又去舍尽求远 跑五台山那儿去拜文书施力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明白只是他这条道路 回去见文书菩萨也跑了 你说这见谁 无论是菩萨 是罗汉 是佛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算是佛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是加蒙尼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或者是消灾严寿药师佛 或者是保生佛 或者是成就佛 无论是哪一尊佛 哪一位菩萨 哪一个罗汉 他始终不会自己说 说什么呢 说我是真菩萨 他不会说我真是菩萨 你应该相信我的 我真是菩萨 不能这样子讲的 或者你认识我吗 你知道我吗 我就是真阿罗汉哪 你知道吗 不会这样讲的 他一这样讲 就知道这是魔王的眷属了 就有人赞叹你 说你是菩萨 或者是罗汉 你自己也不应该承认说 我是菩萨 我是罗汉 不应该承认的 为什么 你不应该泄露佛这种秘密的因 清言 就是很随便的说 你很随便的就泄露了你的来历了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说呢 等到死的时候可以 不死的时候 不可以的 泄则不住 住则不泄 你的来历是哪一位菩萨化身 你若泄露了 那就赶快走 就赶快死去 若没泄露 还在这儿可以逗留几天 为什么 你若是泄露了不走 那麻烦事情就多了 唯独到命中的时候 在命中的时候可以的 可以告诉人说 你是某一个菩萨 但是还不能告诉所有的人 只告诉自己亲信入室的弟子 一个或者两个 不能告诉多人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迷惑众生 成大妄语 自己打大妄语 没有得到就说得了 没有证果就说证了 这是个大妄语 讲到这个地方 我又想起中国近代的高僧 印光老法师 这印光老法师是陕西人 出家了之后 就朝普陀山 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道场 到了普陀山 他就闭关 闭关 就是把自己锁到一间房里边 始终也不出去 在观里头做什么呢 他在观里就越藏 就看大藏经 这大藏经 看一遍就要三年的时间 天天看 一天到晚都看经 要看三年 那么他看过三年再三年 看过三年再三年 他那么看藏经 看了十八年 看了六 七次藏经 在这十八年的期间 他没有下过山 过了十八年 上海居士林就请他到居士林去讲经 讲阿弥陀经 讲阿弥陀经 也没有很多人听 印光法师是陕西人 讲话大约一般人也不太懂 所以没有多少人听 当时就有一个女学生 是在上海读中学 她晚间就做一个梦 做梦就叫她去听经 说你应该到居士林去听经 大师之菩萨在那个地方讲阿弥陀经 你应该去听一听 那么这个学生晚上做这个梦 第二天早起一看报纸 果然居士林有位印光法师在那儿讲阿弥陀经 他说是印光法师 怎么说是大师之菩萨呢 于是他就去听经 听完了经 人家都走了 他就请问这法师 说老法师 我做了一个梦 说是大师之菩萨在这儿讲阿弥陀经 那么我看报纸 说是印光老法师在这儿讲阿弥陀经 打约老法师您就是大师之菩萨吧 这样一讲 印光老法师就很不满意的 说不准你这么胡说八道 不准你乱讲 他也不敢讲了 以后就归一老法师 过了三年 这老法师就圆寂了 他在这三年的期间 也不敢讲他这个梦 等老法师圆寂了 他才对大家讲 大家都喊他怎么不早说 你早说 我们不就向老法师多请一点法吗 大家都怪他不早一点对大家说 他说老法师不叫我说吗 由这一点 大家才知道 印光老法师就是大师之菩萨的化身 所以等涂皮的时候 烧出很多舍利来 所以这就是等要临终了 可以有一点表示 但也不能就说你知道我是谁来的吗 我就是大师之菩萨 不能这样讲的 也就是或者在梦寐之中 或者叫旁人这么给一点提示 先这么给一点小小的预示 不能自己一定说我是哪一位菩萨来的 不能讲的 你若讲出 就应该走 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 现在的人公然就说自己是佛了 这真是和冷言经大相反 不错 一切众生都是佛 但是你要修行才是佛 你若不修行 那你或者是马 牛 羊 鸡 拳 屎 或者是畜生 或者是恶鬼 或者堕地狱 都不一定的 不能说我就是佛了 你是佛了 我是什么 我还没是佛呢 你就是佛了 真是奇怪了 阿南 你听到了没有 你现在叫化使人修这个定力 后复段出一切的讲大话 切记不要自己说我开悟了 我正果了 或者我是佛 我是菩萨 我是罗汉啊 你看这个罗汉 菩萨这么样不值钱 遍地都是 不要叫人打妄语 说假话 这叫做现在的如来 和过去的佛第四种决定的清净明慧 因为这个 所以阿南 你应该要知道 要是不借助这个大妄语的话 就好像用人奋客一个沾谈的形象 你想在这人份上找沾谈香气 没有这个道理的 你打大妄语就变成臭了 就比方你修禅定说自己成佛了 你打大妄语 这就等于人奋一样的 你想打大妄语来成佛 那就像你用人奋来雕刻沾谈木的佛像一样 说我这个人份就是沾谈香 就有一股香气 这根本没有这个道理的嘛 人奋是臭的 怎么会香 你刻出来这佛像 它也是臭的 不会有香气的 所以无有事处 现在单单提出比丘 因为比丘是佛教的代表 那么这一切在家局势就都包括在内了 我教一切的比丘要执行 说话也要直的 不要转弯 不要向东转转 向西转转 不要拐弯抹角的 你执行 就是道场 你若不执行 就像用人奋想要客栈谈香一样的 行 住 坐 握个有250个威仪 合起来是1000 在这行 住 坐 卧四威仪 一切行中 都要往真的坐 都要实实在在去修行 你怎么可以自己称说 我挣了菩萨位 我得阿罗汉果了 怎么可以讲的 不可以讲的 所以 我们没听经 随随便便乱讲乱说 自己欢喜说 我就是佛 我就是菩萨 我就是什么 以为这还可以的 听经之后 你知道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你这样讲 就是打大妄语 打大妄语 我不讲过吗 就要多拔石地狱的 那个舌头将来要被铁钩子勾住 就连舌头根子都拔出来 拔出以后 看你还打不打妄语 来生就哑巴了 哑巴 再也不会说话了 看你打大妄语骗人 假设一个最穷的人 他说我就是皇帝啊 我就是皇帝 他妄自尊大 妄自说 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皇帝 他这样一讲 被这皇帝知道了 赶快把他抓来 就豁灭九族 谁和他是亲戚也杀 谁和他是朋友也杀 家里大人小孩子一起杀 都给灭了 你说 这皇帝做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没有得道 没有正果 你若是自己就说正果了 这就好像一个穷人 自己封自己做皇帝一样的 将来一定是灭亡的 这人间的皇帝 你尚且不可以随随便便 自己封自己做皇帝 况且是佛呢 佛的果位 你怎么可以妄自来窃取呢 你在阴地修道的时候 就不枉真了做 你将来到结果的时候 也是转弯抹角 很多曲折的 不会即刻就正果了 意思就是 你在这样子修 修多少个大结 也不会成就的 你以这种专门打妄语 说大话的行为 想求佛菩提 就好像自己想咬自己 肚妻子这样的人 这你怎么可以成就呢 怎么样子也咬不到的 你口够不着肚妻子的 假设一切的比丘和居士 心就像弓箭的弦那么样直 不要像弓背 无论任何事情都要真实 不要打妄语 打妄语 差之丝毫 就谬之千里 你这儿打一句妄语 成佛就要晚了几万万个大结 你看看 那是谁吃亏 能得到这个证定 他永远也不会有魔障发生的 我印证这一个人 哪一个人呢 就是一切真实 他心就像弓箭那么直的这个人 他可以成就菩萨这种 没有再高尚的智慧 这种的觉悟 像我这样讲的道理 这就是佛所说的道理 不依照我所讲的这个道理 和我所讲的道理相悖了 不相合 这就是魔王所说的